因為我們今天說的就是對他們來說比較重一點點 說說說點話讓他們休息一下 他們才會不會說真的等一下吹一吹真的看到彩虹 說到彩虹大家應該知道說我們準備要演奏的現在所叫賽德克巴萊 這是一種非常新的曲子 那我們當然要首先要非常感謝工人高中校長跟主任們的支持 我們才有這個機會可以演奏這個新的曲子 那在今年呢我們的校友們 我們現在的校友們差不多有14屆的校友 然後有在各個科技大廠工作 可是因為今天是禮拜五 所以他們就算坐高鐵也趕不到 所以他們說好沒問題 以前我們在學校吹樂器現在賣乾可以捐助我們一點資金 然後還有一個在開捷運的 今天回台北去開捷運還是回來我也不曉得這樣 可是呢在前天 因為我去準備另外一個演奏會 所以沒有接他的電話這樣 聽說他也給我們帶來一點他的心意這樣 那在許多校友的資源以及 這是學校給我們很多的知識之下 所以你們應該知道這首是表面上的最後一首曲子嘛對不對 那我剛剛講的一句子 可是說我們今天有很多新曲子 所以有可能有十首安國學不一定 如果外面雨很大的話 我們應該把這些新曲子一次演完 你們覺得如何呢 其實你們都知道我現在在暗示什麼對不對 等一下大家應該要大聲的喊叔叔 不要真的喊叔叔喔 雖然說他叫做念起來很像 人家其實叫B-N-C-O-R-E-N-C-O-R 因為我在中州大學任教有一個那個通識課這樣 我那個學生很天才他真的給我說寫那個單字叫 我們需要再一次然後就是耶穌要喊什麼 他說對他給我寫書書這樣 還真的拚安侯那個單字給我這樣 我看到都傻掉了 OK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覺得我們很棒 那就可以給我們最多的掌聲 如果可以超過六秒這到十秒 這對我們來說是無上的光榮 你們讓我們嘗試一下 好棒的華文 這些容量應該歸功於我們這些可愛的學生們這樣 大家都知道現在經營社團已經非常困難 然後他們甚至把一個社團經營成樂團 然後也維持好他們的課業 然後又可以學到一些音樂 今天我在跟你們聊天的時候 我們聊到說我們風中管樂現在最傑出的校友 是一位台大領舊所的學生這樣 拿出來的樂器呢 就是一開始我們介紹那個樂器 來 請讓你舉到 謝謝大家 其實有這麼一件事情 通常在我們的音樂圈裡面 大家學法國話的人都怪怪的 因為那個樂器真的非常難控制 它有雙排這樣 它有非常亮過範圍這樣 需要非常能夠堅持自己的想要的東西 然後找到自己的第一道 那我那個學生呢 以前在這邊也是一樣的 很會分配時間 是我覺得只要能夠分配時間 管樂絕對不是成績不好的原因 沒錯吧 各位家長你們認同嗎 然後在我們這個樂團呢 還有一個非常優良的傳統 因為我們的學長節線已經非常多 所以也是對於我們推增啊 等等等 我們都擁有第一手資訊 因為學長節都在學校裡面 然後台清教程 你所想像的到的是 國立大學在我們的樂團裡面出了非常多 那當然現在更多的都是工程師這樣 都去賣乾去的這樣 所以他們今天到場比較少一點 然後將於是禮拜 原本呢 反正我們還有幾個學長 願意跟我們來一起共產盛取一下 讓學弟妹可以演奏得更棒 給他一點支援 可是他們好聽說 蛤 我有憑你駕嗎 所以他今天就被老闆抓走了 所以也許以後如果你要去科技業 那你可能要思考一下賣乾的生活 好我想廢話夠多了 他們應該休息夠了這樣 那我們就讓他們等一下來看一下彩虹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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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